无名前辈的仇 我是一定要报的 听我说 你先听我说 前辈 原来就在昨天 几人在与家村过着平静的生活 皇宫里突然来人 并带来了无名的手机 这是无名大侠的手机 告知不经云无名是死与勤霜之手 还说熊霸近日便要去凌云窟副本 盗取龙脉 不经云与献臣要为无名报仇 便带着楚楚与丁宁 离开与家村 几人刚到客栈 便有人扔出飞镖 引不经云出去 你保卧他们 不经云看到秦霜恼羞成怒 手持爵士好剑攻向秦霜 秦霜使出天霜拳 秒杀了随身护卫 这操作让步秦云有点猛力 不过下一秒 不经云使出剑二刷二 对上秦霜的化镜天霜拳 两人打个平手 就在这时武林神话从天而下 前辈 秦霜为了避免熊霸起义 与无名打了个招呼便走了 原来无名身受重伤 是秦霜救了他 秦霜杀了自己的侍卫 便做了无名的肖像交给熊霸 前辈 等罪了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熊霸 他想一九段心单控救 但我早已发现 每次都要玩必修 我并不信真心提命给他 只是假装熊作 无名为了让秦霜 继续在熊霸身边坐卧底 所以自己不方便出面阻止熊霸 便让步经云去阻止熊霸 盗取龙脉 不经已输出如今他势单力夺 担心无法对抗熊霸 我将我最近所悟出的剑道 全部传送于你 化气为心 化气为虚 剑无心境 心无剑境 剑心无声 心剑无敌 你的剑与内力已到了内外巨人 使剑时也到了无声之急 如今你的内力 都会有多么的虚弱力派 可你使剑时已到了静谱直水 收放自如与不行之外 这正是念剑者毕生所求 尽力是人剑之外的第三者 既然这个剑刀并非世上原有的剑刀 我想世上找不到任何一个字配合 请不吝点赞订阅